5月21日反映全球高质量科研产出及合作情况的自然指数最新一期年度榜单发布 在国家和地区榜单中 中国在2022年的自然指数贡献份额首次超过美国 排名全球第一 这一榜单显示 2022年全年中国自然指数贡献份额以19373.35位居全球第一 美国则为17610.47 中美两国遥遥领先德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国 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近日又公布了一项引人瞩目的专利 揭示了他们正在研发的双发串联垂直起降飞机 这一项目是中国官方八年前宣布的短距离起飞垂直降落飞机的具体实现 这一创新技术将为中国的航空工业带来重大突破 并为中国军队在水面舰艇上部署战机提供新的选择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厂中抽丝波检 聚焦读加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最近成飞的一款垂直起降战机专利亮相 在圈子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连国外网友都在谈论这款垂直起降战机 从专利描述上看 此前网友脑洞的一些飞行器方案 当时觉得很科幻 现在和成飞的方案一比还是太保守 不够大胆 格局小了 成飞这个设计布局光从动力系统上看 就相当大胆和超前 成飞这款专利具有四大特点 隐身重型机 双发串联布置 两种模式下双发全程工作 矢量喷口提供高机动性 其中每一个特点都意味着 与全球其他垂直起降战机的极大不同 合在一起就是一次巨大的突破 接下来小编就逐一为大家拆解 此前我们比较熟悉的成熟的垂直起降战机 无非是 摇式雅克38雅克141和F-35B这几款 这些机型的起飞重量都比较小 大部分不超过20吨 只有F-35B摸到了重型机的门槛 重型战机意味着更大的载弹量 航程和作战半径 之所以以上数战机都不是重型 自然是因为动力上无法满足垂直起降的需求 从动力方式上看 国外有共用型和组合型之分 共用型就是一台主发动机实现升力和推力两种功能 例如英国的摇式战机 它采用的飞马发动机通过推力矢量喷管和引流管来实现垂直起飞和平飞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只需要一台发动机就能解决两种需求 结构重量低 设计相对简单 缺点就是发动机布置在机身中部 挤占了大量空间 而且这种设计严重限制了超音速飞行能力 组合型就是让升力和推力由不同的发动机来实现 例如苏联雅克38和雅克141战斗机的设计 除了有安装了推力矢量喷管的主发动机外 还有额外的升力发动机 这种模式的优点就是对气动布局的限制比较小 超音速飞行能力可以得到保证 缺点就是升力发动机同样会挤占机身中部空间 同时在平飞中还会成为无法工作的结构死重 F35B的动力模式依然是组合发动机 但相比雅克141更进一步 将吹热风的升力发动机换成了吹冷风的升力风扇 风扇的动力源依然是F135这台大推力涡扇发动机 通过一根特殊的传动轴将一部分动力传输给前面的升力风扇 这种动力模式获得了和雅克141那样的垂直起飞能力和超音速飞行能力 但同时升力风扇又比升力发动机轻了不少 而且降低了高温下洗气流的危害 F35B的模式依然存在短板 那就是升力风扇在平飞中还是无法提供推力死重 同时一台F135发动机在起飞过程中要多处处理 对起飞功率的要求极高 大大提高了研制门槛 无论是哪种设计 都让战机需要面对推力与重量的协调问题 因为发动机推重比是有限的 为了避免水多加面面多加水 这些战机只能设计的比较小 从而带来性能上的一些缺陷 最明显的就是航程小飞行速度慢 雅克38雅克141使用组合发动机也有多台发动机 为何还有航程和速度问题呢 这就是刚刚提到的水多加面面多加水 雅克38和雅克141为了解决起飞问题 在前方竖着安装了两台升力发动机 起飞后就没用了 于是浪费了宝贵的机体空间 导致油料也更少 F35B也有这个问题 只是不明显 所以一方面死重增大 一方面空间和油料减少 自然大幅影响战机性能 成飞的双发设计 比较巧妙的通过两台发动机 解决了垂直起飞和平飞的矛盾 并且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平飞阶段 一台出力 一台成为死重的尴尬 从而为优化后续各种问题打开了局面 回到成飞设计方案 这是一种串联布局的动力模式 前一台发动机的体积较小 推力也较低 布置在了驾驶舱后部的一个机背位置 进气口也设计为机背进气 同时高温燃气通过一个分叉式寒道 从一根处的喷口排出 后一台发动机也是主动力 布置位置与常见的战斗机类似 通过机附进气 它拥有一个和雅克141 F35B类似的三轴推力矢量喷管 能够向正下方偏转 通过这种设计 两台发动机加三个喷口来完成垂直起降 前置发动机在升空后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通过两个腋下喷口的榨个液偏转方向 可以将向下的推力转化为向后的推力 从而参与平飞中的推进 同时这两个腋下喷口还能参与战机姿态的调整 也相当于是两个推力适量喷口 用来提高战斗机的机动性 所有发动机全程都在输出动力 发动机死众也就不存在了 看前置发动机的设计布局 有些人可能已经发现 这不与摇氏的飞马发动机大差不差吗 飞马发动机确实很巧妙 通过引出不同部位的气流实现推力分配 前方两个喷口直接喷吸入的空气 后方两个喷口喷射发动机燃烧后的燃气 一前一后四个喷口解决了利弊问题 也没有死中 但是这个设计让发动机结构复杂 很难在较大波动的工况下工作 此外飞马发动机直径也大的可怕 整个发动机比摇氏战机的机身还要粗 更像一个科技用的大寒道笔涡扇动力 又粗又稳自然不适合超音速 更别提超激动了 成飞的设计只是简单将喷管分流 不需要考虑复杂的结构和工况问题 也不需要对涡扇发动机进行复杂的改装 前置发动机启动后 直管猛喷气流工作即可 后方发动机亚克141和F35B类似 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就不多赘述了 既然解决了重型双发和复杂性问题 那么我们就有了一款使用性很强的垂直起降战机方案 这款战机其实还隐藏了一个锦上添花的功能 那就是矢量机动 依靠三个矢量喷口 主要是前方两个 战机在飞行时可以进行矢量机动 乘飞方案里 腋下喷口突出于一根处 借助于摇氏相似的前置喷管布局 战机获得了一个靠前的作用点 可以配合一面调整飞机姿态 充分利用偏转喷口的设计 不浪费一刻的重量 这种设计也有缺点 首先是喷口的设计和制造难度比较大 同时喷口的调整 也需要更复杂的飞控来操控 另外突出在一根下的喷口 会形成两个鼓包 带来了额外的阻力和雷达反射面积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出 乘飞的方案并没有太大的技术 或材料上的难点 而是巧妙利用现有的成熟技术 通过串列布纸发动机 就解决了此前垂直起降战机的很多缺点 乍看这个方案简单 这恰恰是它的优点 说明可行性非常高 简单不等同于容易得到 在轮子发明之前 人类在数万年时间里 都没能实现这个最简单的突破 创新哪怕只有一丁点 都是极为困难的 整体上看成飞这个设计 几百家之长必百家之短 可行性高 技术需求低 真的可以快速实现研制于是非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专利公布 意味着中国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并在垂直起降战机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如果成飞方案真的能投入实际研制 那么中国将具备一款 能垂直起降 可携带大量弹药和燃油远程作战的重型战机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成飞给出的设计专利靠谱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